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可是呢 我们却生生世世都在这边轮回受苦 当然有很多的因缘 但最重要的是心不同 所以心要常常的训练 看宽灯片 假如你训练 能够看自己的念头 这个待会儿 今天还会再练习一次 我昨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个主题我还没有讲完 我讲一个段落 我们再回来访华经 所以你要练着看着自己 自己的念头 念头有好也有坏 但是你不用管它 因为念头本身也是了不可得的 因为你执着它 所以你就会跟着它跑 接下来第四课 练习看你最强的执着 有些人的执着是什么 爱面子 死要面子 有些人很固执 有些人嘴皮很硬 有些人很得理不饶人 有人放不下自己的妻子 儿女 有人放不下自己的孙子 有人放不下自己的财产 工作或种种的 所以前两天有问你 在睡觉之前你静坐一下 你最强的执着是什么 来我调查一下 最放不下你的老公跟老婆的 不管她是帅哥美女的请举手 诶 有些人很诚实 没有吗 你们都放下 那该剃头啦 今天晚上不要回家 通通在这边剃头吧 那表示你假的啦 不要假假的 学佛不用假庄严 我们会坐在这里都是凡夫 要很真实地面对自己 第二个 你最放不下你的财产的请举手 好 谢谢他很诚实 不过小心你不要被人家绑架 好 你最放不下的是你的儿子或女儿或孙子的请举手 哎呀 越来越多啦 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六道轮回了吗 人之常情 没有错 好 手放下 表示各位呢 都很诚实也很勇敢 这个很好 学佛不用去骗自己 要很真诚地接受自己优点跟缺点 你这样知道才知道怎么用功 好 放不下亲人的我要提醒你 拜观世音菩萨 拜阿弥陀佛 拜地藏菩萨 拜所有诸佛菩萨哪一个都可以 希望发心度了你的家人成为佛教徒 家人是最难度的 今天 我今天会课了一整天 十个问题里面有六个问题也都是跟家人有关 家人是你的冤亲在主 有亲有冤才会做家人 但是希望度你的家人学佛 为什么呢 假如你的家人不学佛 离命中的时候你就会很痛苦 然后他会用很多错误的方法来帮助你 帮你换衣服 帮你洗脸 帮你打扮 其实从佛法的角度来讲 这个对你不太好 第二个 若你家人没有学佛的话 你离命中的时候啊 最好离他们远一点吧 免得他一哭 一闹 妈 爸 那你就断气了 所以执着家人是很难的 所以你要关怀你的家人 对他慈悲 但是却不要执着 这个很不容易 不过要慢慢训练 好 还有什么执着放不下的 没有 有没有 还有吗 父母亲也是自己的家人 也是一种 劝他学佛 全家人发誓院去极乐世界 将来就会在极乐世界见啊 我也是劝我的妈妈 我说你很想我 那你就念佛到极乐世界 将来你就看得到我 现在呢 我在台湾奖 新加坡奖金 我送他我普贤行愿品 他想我的时候呢 他就放DVD 对 看着我这样子 不想的时候咔嚓 他就出去逛街了 对啊 没有关系 慢慢来 慢慢来 度自己的家人 要有耐性 要有善巧方便 但是你可以发愿 你成佛的时候 第一个来度你 多生多节的父母 好 现在来再看幻灯片 可见指观很重要 现在是 这是我们上次去了 巴拉布都 印度尼西亚 Meditated Buddha statue 你看所有佛的造像 都是什么 禅坐的 可见佛的雕像 都在禅定中 所以指观是很重要的 也有曾经连友 念阿弥陀佛 专修专宏 跟我来台杠 说师父我们就 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就好了 为什么要修指观呢 我就反问他 你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什么叫发菩提心 六度波罗蜜 你就是发菩提心啊 你有布施持戒忍入精进 难道你不要指跟观吗 他不讲话了 他说师父以前我问了某些法师 他们说不用啊 我说你问错人了 They are not professional 念佛三昧 真正有念佛的人 一定证到大乘的三昧 真正三昧生的人 他提个念头 思维佛的功德 他就可以进入念佛三昧 所以禅修很重要 这次法华经讲座 虽然有些连友问了很多问题 但是我会先答有关的问题 其他的连友骚安勿躁 先让我把经文给讲完 因为有很多问题都是你在 后面听完经的时候 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直观很重要 再看下一张 对不对 站在历史文物上 现在印度尼西亚 已经是变成回教国家了 他们去呢 只是观光拍照 他们不会对佛陀 升起恭敬心的 佛法从印度传遍了全世界 到东南亚最远最远的地方 就是巴拉布都 所以当时我们去朝圣的时候 我们买了花 供佛 也绕塔 也念普贤习愿品 希望发愿 将来这边佛法还会复兴 再看 中国近代 虚云老和尚是禅宗的典范 他是活到120岁的 我查过 在印度里 佛的十大弟子 阿南尊者 活得最长 活到120岁 人生七十古来西 能活到七十岁就很不错了 但是换句话又说 人生七十才开始 假如我们人的寿命是八十岁的话 四十岁就一半 就像我现在四十二了 到了呢 在六十岁的话 很抱歉 你的一只脚已经踩进棺材里了 你应该好好做准备了 给他收走你不晓得 可是呢 你透过禅定 修持的功德力的话 寿命自然会延长 很多灵友都会问说 师父我怎么样能够 让健康啊 长寿 真正的修行 借定会功德 就会延长 看下面 虚云老和尚 烧出来的舍粒子 像水晶一般 对不对 所以各位要加油 修行是可以做得到的 只是看我们愿不愿意精进 当然有人就会有个问题 哎呀师父 他那舍粒子是不是豆腐吃太多啊 我觉得你问这个问题的脸友 想太多了 因为舍粒子不是从豆腐来的 是从戒定会而生的 佛陀在世的时候 火化的时候 八万四千壶 八万四千桶的重量 加起来是超过佛陀的重量的 所以舍粒子不是从 吃豆腐来的 是你修戒定会的 接下来再看 近代净土宗的印光大师 他的脸非常有声 炯炯有声 他昼夜念佛 他梦中或定中都见过阿弥陀佛的 那是什么 是大乘的念佛三妹 所以他跟佛视线一样 活到八十岁就走 所以老实说超过八十岁以下 那你真的是无量寿了 你的寿命是很好的 所以你应该珍惜 可是我发觉有些老菩萨 虽然退休了 很有福报 儿子女儿养他 他每天就是什么 就是每天晃 叫做什么 kill the time 杀时间 我觉得太可惜了 你好不容易活到八十岁了 超过了八十岁 你应该好好修行 念阿弥陀佛 念观世音菩萨 希望你要去极乐世界 当然不那么容易 不过来生 希望你还能够学习佛法 否则你苦了半辈子 对不对 结婚生子 打点了东打点西 等到八十几岁你很自由的时候 你做什么呢 生命空过了 很可惜呀 第二种 有一些人是老的时候 越老越怕死 越老越喜欢玩 到全世界各地去玩 能吃的就吃 能喝的就喝 那小心 来生的话 可能就变成某一种动物了 所以人生是很难得的 应该好好珍惜 做有意义的事 接下来再看 台湾已经往生的 禅尽双修的广青老和尚 广青老和尚 烧出来的涉地籽 像珍珠一样 我顶礼过 而且它还会继续长 所以它修禅 但是它也修禁 它真正说 它自己功夫念佛 是因为念佛的功德力 让它自己的禅 禅就是了悟心性 更上一层楼 所以 近代都有很多的高僧 所以表示说 学佛这个成佛的法门 是我们做得到的 好 接下来 请看讲义第四十六页 四十六页第八行 看鬼二 列三是佛 好 看这张的时候 请看幻灯片 这个是菩提加爷的石雕 这三个代表 过去 现在跟未来 三是佛 请看经文 子一 过去佛 释迦牟尼佛 有对摄利佛说 过去有无量无边的诸佛 都以无量无边的善巧方便 种种的因缘 故事 讲辟语 用各种的善巧方便的言词 为众生说法 演说各种适合众生的无量诸法 而这些所有的法的目的 就是要帮你成就 以趁佛道顾 我们昨天讲 以就近成佛的法门 释诸众生从佛闻到法 就会震撼你的身心 你会觉醒 像英文讲 wake up suddenly 就突然你会觉醒 所以你没有听到佛法的话 你就是像世俗人一样 每天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 所以你多听闻佛法 是有智慧的 从诸佛闻到很多的佛法 慢慢慢慢的 就近就可以接得到一切种智 一切种智是佛 成佛的智慧 在般若经里讲一切种智 这里开始讲过去 现在未来 我们一般的大殿 都是雕西方三圣 对不起 华岩三圣 或是西方三圣 或者我们叫中间释迦摩尼佛 你的右手边钥匙佛 你的左手边是阿弥陀佛 这是从唐朝以后 中国才这么雕 以前若按照经文雕 过去现在未来的话 请看幻灯片 过去应该是燃灯佛 释迦摩尼佛 第一个为他授记的老师 这是在尼泊尔 有一个叫普拉哈里 西藏的寺庙 它是同流经的 怎么知道它是燃灯佛呢 它的头顶有一个摄利塔 因为燃灯佛多生多解 修行的法门 其中一个是造摄利塔 拜摄利塔 弘扬摄利塔的功德 所以过去佛代表过去 应该是指燃灯佛 那各位怎么知道 有燃灯佛呢 你念金刚经 就知道有燃灯佛 对不对 可是很少 我看新加坡很少 按照过去现在未来 这个佛而雕的 假如你要设计佛堂跟佛像 听好 要整体设计 不要乱七八糟设计 起码你能够的话 你背后喜欢西方极乐世界图 这很好 前面你可以供华言三圣 或是供一尊释迦摩尼佛 或供一尊观音或地藏菩萨 都可以的 所以你应该整体设计比较好 否则连有都是这样 看到这尊买这尊 看到那尊送那尊 然后呢 你常常因为佛像而会生烦恼 其实应该建议你 整体设计会比较好 接下来再看 过去佛里 以法华经里面是指 多宝如来现前 请看幻灯片 这是在云钢石窟 我拍的二佛并坐 你的右手边是多宝佛 他请释迦摩尼佛 开多宝佛塔 让他就坐 所以左手边是释迦摩尼佛 那这个在云钢石窟 雕的时候 有很深很深的意义 表示当时法华经非常兴盛 同时弥勒菩萨法门也很兴盛 极乐净土法门 西方净土也很兴盛 还有一个就是代表 过去佛跟现在佛 没有时空障碍 可以碰在一起 所以中国智者大师 在念妙法莲华经 昼夜精进闭关的时候 念到药王菩萨本世品 是真精进 世民法供养如来的时候 他就入定 回到临山会上 看到释迦摩尼佛 到现在还在讲法华经 老实说 释迦摩尼佛 现在还在临山会上 讲法华经 只是我们凡夫业力 看不到而已 知道吗 所以这个图 有很深的意思 代表过去佛跟现在佛 是可以在同一个时空里出现的 表示没有障碍 再看下面的经文 46页第18行 几二 未来佛 释迦摩尼佛又对设立佛说 未来诸佛当出现于世 未来当有无量诸佛 以我们这个地球来讲 显结有一千尊佛 过去有七佛 释迦摩尼佛是第四尊 第三尊是加摄佛 加摄佛的设立子 也还在这个地球上 因为在佛经里面有写 有一天佛陀经过一个地方 突然他对地上顶礼 他说这里面有一个古老的佛塔 然后请弟子把它挖出来 里面是加摄佛的设立子 所以见到前一尊佛的设立子 也是很大的福报 第二个 我见过加摄佛的设立子 就是Lama Soparan Boche 全世界有设立展 上一次到台湾去展览 后面的主题我还讲 我去展览的时候 好几天设立子亲自放光了 我也拍到中科巴大师的设立子放光了 我在前面发愿 待会以后会给你们看 这样的话你就每一天都要来 对不对 没有 因为主题太多了 我讲不完 慢慢来 重点是什么呢 未来也有衔结千佛 那下一尊佛是弥勒菩萨 很多人一贯道的人有的人 很难度 你不要太急 弥勒菩萨会度他 你不用那么操心 你要跟他结善缘就可以了 也不要去跟他辩 因为那些人是跟弥勒菩萨有缘 弥勒菩萨会为他说般若波罗蜜 而导向正法 弥勒菩萨也会为语会大众讲 妙法莲华经 那下面呢 第六尊佛就是现在的鸽玛吧 成佛叫狮子吼佛 一直到贤结千佛 最后一尊叫南摩楼智佛 就是现在的南摩护法委托尊天菩萨 委托菩萨发愿护使佛教 所以他会在贤结最后一尊而成佛 叫南摩楼智佛 所以可见未来是有无量无边的诸佛会出事 但是听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就不要想 哎呀那没关系了 从明天开始我可以少念一点经了 反正未来佛都会出事嘛 对不对 佛有佛都答应说要度众生啊 没关系我还可以去玩一下 要造业了 这样的理解佛法是错的 这叫邪见 不是这样子解释的 没有错 过去诸佛是发愿度一切众生 可是讲到究竟究竟究竟啊 成佛还是要靠自己的 阿弥陀佛不是比佛光明无量吗 骗照十方国啊 阿弥陀佛照不照新加坡呢 照啊 照不照你头顶啊 照啊 但是假如你心中的业力很重的话 每一个人都是不动明王 如如不动的话 他也很难接你去西方极乐世界的 因为你不想去嘛 你的业力盖住你 善根没办法升起 当灵命中连友帮你助念的时候 你就昏迷了 或得到很重的cancer 痛到那里 一句佛号都念不起啊 那就只有什么 等来生吧 就是这样哦 所以这里讲 未来有无量诸佛 也是无量无数的善巧方便 种种因缘 辟喻原始 而为众生说法 也很说诸法 说的是呢 成佛的一称法门 一佛成故 试诸众生 要从佛听闻佛法 要闻思修 所以这次讲经里面啊 这次我来新加坡 在海印古斯跟这里啊 我常常问你很多问题 要你去动动脑 中国大乘佛法联友呢 闻很喜欢来听经 很喜欢诵经 很喜欢做义工 很好 但是还不够 真正的智慧 要从内心去升起 不是呢 听师傅讲经 什么都很好 嗯嗯很好 就困境啊 这样不会有智慧的 来生很容易当一种动物 对啊 听经打瞌睡也会这样啊 假如你真的听了 听考 打坐的时候 听经的时候 不要讲话 假如你真的不舒服 师傅不介意 我受过西方教育 你可以站起来 去喝个水 上个厕所 不要太大声 回来静静的坐着 我不会介意 因为恭敬是在你的心 知道吗 所以听闻佛法的时候 要专注闻思修 才会就近接得一切种智 这讲未来佛 好看幻灯片 未来佛 这尊就是 未来当来下身 弥勒尊佛 也是同度精雕的 非常非常的庄严 好 事实上 他叫南摩当来下身 弥勒尊佛 他还没成佛 他是一生的 补处的菩萨 对 他是释迦牟尼佛 为他授记的 他说一定会成佛 为什么会一定成佛呢 就像大学一样 你所有的学分都考过了 你现在就等时间毕业而已 那他一样在兜率内院里面 千百亿化身度 无量众生 好 接下来再看 几三 现在佛 确立佛 现在 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当讲法华经的时候 现在十方有无量无边的诸佛 无量的百千万亿的佛土当中 所有的诸佛都立于无量众生 所以十方佛土都有讲妙法联华经 东方要是佛净土 要是佛也讲法华经 西方阿弥陀佛净土 他也会为你讲法华经 所以诸佛世尊多所饶意 安乐众生 世诸佛也是一样 以无量无数的善巧方便 种种的因缘 辟喻 故事 言辞而为众生演说各种佛法 世法也是一佛成故 世诸众生从佛闻到佛法 精进的修持 将来就会就尽皆得成佛的一切种制 到这里是一段 下面 社利佛 佛又对社利佛说 世诸佛教化菩萨 教化菩萨什么 就是下面讲的 开世误入佛之佛见 其实佛出世 他真正的是要教大家 一切都做菩萨 发菩提心行菩萨道 这个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下面的经文我就不用念 翻开到47页第16行 请看幻灯片 接下来就讲 现在佛是什么 释迦摩尼佛 中间他拿波 又有祥摩印 所以释迦摩尼佛 其实上他到现在还在讲经说法 佛还是在千百亿化身 在不同的国家 用不同的语言广度众生 所以佛是非常慈悲的 接下来再看47页 仁二 释迦章特别讲 释迦摩尼佛 为什么苦口婆心 在我们这个五浊二世 众生来讲经说法 请看诡一 开拳 摄利佛 我也像十方诸佛一样 知道众生有各种的烦恼跟欲望 请看幻灯片 我把它自标起来 身心很锁着 对很多东西都斤斤计较 很执着 很难改的 很固执的 可是呢 我都会不放弃我的大悲心 随他的本性 他的本性是好的 所以用各种的种种因缘 善巧辟喻言辞 而为他说法 所以叫莫尼佛度你 不是只有一事 是多生多劫 都一直在度你的 有时候变师父 有时候变你的家人 有时候变你的老板 有时候变你的朋友 他的苦苦婆心 生生世世呢 就是在度你 学佛 精进修持 可是我们都忘了 阿弥陀佛也是如此 那你哪时候会知道呢 到了极乐世界 神通现前的时候 一看 哎呀 这么多事啊 原来有一次是我老婆 是阿弥陀佛 我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 有一次呢 我的师父啊 竟然是阿弥陀佛来度我的 那时候啊 你会生起啊 痛哭流涕的心 才知道说 佛生生世世都没有放弃我 这是为什么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要让所有众生 都神通现前 一 上报是从恩 你会看到佛 生生世世千百亿化身 在家出家 因以合身得度者 既献合身而未说法 他都在度你 可是你都不知道 第二个 你会生起大悲心 就是说 你会看到地狱恶鬼出生 你的很多的爸爸 兄弟姐妹 乃至于你自己啊 生生世世都在轮回里面受苦 那时候你可能看到 你的爸爸妈妈 在刀山剑树油锅 然后你会流眼泪 然后你会发大悲心 千百亿化身去度他 所以神通真正的目的是 要上报佛恩 下渡一切众生 神通不是让你去献着玩的 我记得我多年前 在台北有一个道场 请我去讲 四十八大院 很多年前了 大概十五年前 有一个护法局师 他非常庄严 也很有善根 但是他就很执着 很喜欢神通 他来听我讲四十八大院 非常非常欢喜 每一天都听耶 他说老板 他可以不做工来听经 听完以后呢 很高兴的 然后就第一个名片 给我说 师父啊 你真的太殊胜了 太发喜充满 我听你了 真的很好 我给你一张名片 如果你需要我帮忙呢 你可不可以 你可以call我电话 事实上一般我都笑笑 我说好 假如我需要帮忙 我会请你帮忙 内心里我心里想 我什么都不需要帮忙的 可是有一天 我突然要赶到 中立圆光佛学院 去奖金 我也一次特别的演讲 我已经答应人了 我没有地方去 我交通真的需要 我后来打电话 请他送给我 他非常的高兴 他是董事长 开车从台北 到这个中立 送我去奖金 等我讲完金 又再送我回来 回来的时候 他突然路上问我说 师父你修得这么好 你也没有那个东西 显一下给我看啊 我说 那个东西是什么 他这样子 我说你的手指有问题吗 那个东西 什么东西看 我那时候骂了他一顿 我说你学佛 二十年三十年 是个大护法 你连一点佛之佛见都没有 我有的话 我也不会献给你看 了解吗 真正有神通 是不可以献给别人看的 这是三昧耶戒 这是戒律 常常很多人都会猜 师父你一定很通哦 你这么有智慧 我告诉你 我胃肠不太通 对不对 众生要求太多了 对 我从早到晚也都没有听过 但是我是一个真心的 所以听好 不要去羡慕神通 神通是敌不过业力的 对不对 当然有证悟的人 你遇到佛跟菩萨 他在特殊状况下 为了要度过去 现在未来的你 佛菩萨真的会显神通 因为他无我 他的心清静 他真的可以救度你 可是一般的人 你就不要相信 没有出六道轮回 陷了神通 还是敌不过业力的 各位听过 释迦摩尼佛 为救了释迦族 对不对 琉璃王要攻占佛 结果 神通第一的大目见连尊者 把五百个释迦族人 放在波上 拿到刀立天宫 当战争一结束的时候 他一打开来 佛陀跟他说 目尖连尊者 神通 读不过业力 他说我可以救五百个释迦人 一打开 全部化为浓血 所以连佛都敌不过业力 佛也没办法改你的业力 所以佛只能劝你 从因缘果报去修 让你自己改你自己的业力 这样你就可能成佛 这样你就可能出轮回 佛不可能说 一放光或一怎么样 就可以改你的业力 我常说笑话 假如佛放光都可以改我们的业力的话 那很简单 大悲观世音菩萨千百亿化身 每个头上都画一宗观音 那不就好了吗 那我还讲经吗 我还出家吗 不用我就在家里这样子 观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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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不是你理解这样子的 所以佛不能够取代一切众生的业力 但是佛可以告诉你因缘果报的道理 叫你去忏悔 叫你修福修慧 最后你就会转你的业力 了解吗 这边回答一个问题 师父本人在医院里做义工 有人跟我说 一个人生病是他的业报生 我去帮助他减轻他的苦 会背他的因果吗 答案是不会的 要有智慧 你能够背他因果的话 我告诉你 佛菩萨都背我们的因果啦 所以讲这个话的怜悠 你很真心 不过你的那个朋友 没什么佛知佛见 很抱歉 我必须这么说 假如我们去看人家 会背人家因果 那我问你 谁敢去看别人啊 动动脑筋 慈激功德会讲 八种福田 第一 看病第一啊 举个例子 各位 假如我们现在在 佛教青年红法堂 共修认识很多莲友 我们修一下 自掏交换 假如你现在生病了 得了癌症 要走了 你到医院 没有一个莲友来看你 你感觉什么啊 你会不会感觉 很凄凉跟悲哀啊 这些佛教徒 都跑去哪里啊 我平常这么关心他们 怎么都没有人来看我啊 大家怕你传染吗 你说哎呀 师父他已经得了癌症耶 我进去以后 是不是也会癌症呢 答案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绝对不会 第二个假如不信你会的话 那你就跟他一起往生净土 不是更好吗 你不是口口声声 想要去极乐净土吗 嘴公公娘 有些莲友是很假假的 答案是你不会悲众生的因果的 但是注意听 普贤菩萨里面说 十大愿望 待众生受苦 是指转你的心念 因为你平常很自私 很执着 只想到自己 现在要你发愿 待一切众生受苦 那是打开你的大悲愿心 跟破除你的执着 事实上你连爸爸妈妈的业 都不能够待他 因缘果报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要了解道理 那你也有人连友会跟我抬杠说 师父我们就去祝念啊 对不对 念一念大家都很好 我好像就被鬼冲到了 真的了 好我解释一下 这个的确发生 是这样子 当一个人往生的时候 旁边会有很多幽民界众生 是的确的 就像地藏经讲 为什么告诉你 往生的时候 若看到自己的家人来接你 不要跟他 那是幽民界众生来 的确 那或许 在这一群幽民界众生当中 有一个人跟你真的有二缘 虽然你存好心去帮他祝念 但是你看不到 结果呢 他看到你的时候 业力现前就盯上你了 这个是真的可能发生 所以也不是说 这样子就不要去帮人家祝念 错 你回来以后呢 念七遍大悲咒 或二十一遍大悲咒 念大悲水 喝下去 他就走了 这个发生 我没有否认 因为我有很多 祝念的经验 不是说 嘿呀 我们去帮人家祝念 鬼都跟着你啊 那我跟你讲 谁敢参加祝念团啊 老菩萨们 讲话要谨慎 不懂的就不懂 不要乱乱讲 知道吗 这很要教解 下面一个问题 也是 待会再回答 请看 回来 所以佛为什么要用种种的因缘 辟喻啊 为众生说法 众生很刚强 难化 地藏经讲 难言福提 刚强 刚强 刚强啊 难化 难调 难浮啊 真的是很难度的 接着看 鬼二 显食 摄利佛如此 皆为得一称佛道固 一切种志 所以 这个说明 释迦牟尼佛 跟一切诸佛的怨心 都是一样的 就是想帮助众生 接下来再看 鬼三 四十七页 第二十四行 举五拙 是方便 子一 标意 摄利佛十方世界当中啊 绝对没有二乘法 以从圣意地的角度来说 没有一乘 二乘 三乘 何况有三乘法 好 圣意地的角度 在这里我补充一下 听好 看我的手 见地当中有分上中下 其实不单单菩提道次第广论讲 有上中下 释迦牟尼佛在幽婆色界经就说 众生有上中下根性 所以讲三四道 其实第一个讲的不是中科巴大师 是释迦牟尼佛 传到西藏里讲上中下三四道的是伟大的阿提侠尊者 最后一天我会到大家点灯祈愿文 那就是他写的 而伟大的中科巴大师改革西藏佛教以后 他讲上中下 所以很多人以为上中下三四道就是中科巴大师讲 其实不是 是释迦牟尼佛讲的 这一天我解释 众生有上中下根性 听好 对上根的根性只有讲一佛成 对中等根性的讲 身文原觉菩萨三成法 下等的根性呢 你讲什么法 他都很执着的 这样了解吗 他是执着每一个法 所以根性有不同 有这三种 事实上从圣异地的角度来讲 是没有三成法的 但是众生不是一下子都能够成就无上佛道 所以只好教你先人天称 比如说修地藏经 对不对 你家人起码不多三个道 到天上或人间继续修行啊 这就是地藏菩萨啊 但是你要从地藏菩萨的修持法门 往生极乐世界 也可以 但是要更精进 更大的功德 接下来再看 己二 子二 对不起 子二 举五浊 为什么呢 佛告诉哦 舍利佛啊 诸佛虽然出现于五浊二世 劫浊 烦恼浊 众生浊 见浊 命浊中 这个我不解释了 因为各位都送过阿弥陀经 这五浊二世 大家都很清楚 翻过来 子三 子三 看四十八页第二行 如是舍利佛啊 杰拙乱食啊 众生够重 好 看幻灯片 众生的烦恼啊 非常的重 造了很多的恶业 伤害了很多的众生 恶业就是什么 杀到阴望久 造了很多 不为人知 也见不得了很多的恶业 心呢 烦恼很重 吝啬 奸瘫 看到别人比我们好 我们就嫉妒 成就呢 成就呢 也就是说 造成了很多 各种诸不善根故 举一个例子 假如一个美女进来了 各位的反应是什么 每个人的反应不同 心不同 出家人 假如他修白骨关的话 那再美的美女呢 都是白骨头 可是呢 男人看到了 哎呀 美女心脏就开始跳 啪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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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开始跳了 可能呢 听经呢 就听不下去了 对不对 女人呢 哎呀 她怎么可以比我更美呢 嫉妒心生起了 知道吗 然后就开始注意看 哦 原来她是这么fashionable 是这么打扮的 穿googie名牌 好 明天我来听经的时候 哇 最漂亮了 就这样走进来了 这就是什么 烦恼 嫉妒心生起 可是我们众生 不太承认自己 知道吗 我们很不愿意去 接受丑陋的自己 可是呢 我们又假假的 所以我们就 深深适适 在六道轮回 玩假假的轮回游戏了 释迦牟尼佛讲 为什么众生会很苦 你造的恶业 是从你的业与烦恼来的 业有过去的业 也有现在的业 业大部分有过去的多 现在的叫习气 你的烦恼 贪嗔痴 所以我们学佛 你说要来听经文法共修 学什么 所有的东西 讲一个字 就是呢 清净波罗蜜 让你的心啊 能够能够清净一点 你能够控制自己的习气 你能够让你的心 更柔软一点 你的心若不能控制的话 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的东西啊 都没有用的 当国王 当总统 最后什么东西都带不走的 这是真话 可是世俗人 他不听佛法 他还是为了这些呢 东西去真名夺利 去抢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我刚才举一个女 一个人进来 你看 每一个人的反应 心就会不一样 为什么 我们的烦恼很出众 但是你若听闻佛法的话 一个美女进来 或一个观世音菩萨来 或一个阿弥陀佛来 你的心都一样的清净的 你知道所有东西 都是缘起性空的 了解吗 都是空性的 没什么好执着的 这样子的话 你才能够真正的 控制你的心 你这样的话 你修行的功夫才会增加 下面再说 所以诸佛以各种善巧方便 多生多结 苦口婆心的 对一称的佛法 只好讲三称法 先满你的愿 你要求消灾 免难 观世音菩萨就满你的愿 你要求健康 长寿 要是佛就满你的愿 你要发财 很多佛菩萨就满你的愿 为什么 因为不满你的愿 你就不来学佛了 你就会告诉人家 佛教是假的 没有因果 我求了半天了 这个佛菩萨都没有限 对不对 我要中马票呢 中一次呢 都没中 对不对 其实会中马票也是你的福报 不会中的话就是不会中 还有跟人 还有人有更好笑 去拜观世音菩萨 说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你有求不应 我只求一次就好 给我中第一特奖 我一半供养你 我要是观世音菩萨会讲话 一定先打你一顿 你以为观世音菩萨什么 会落吗 观世音菩萨千金庄严累结修 他还要你马票供养他一半啊 讲这些话的人脑筋要想一想 听起来是很多的笑话的感觉 可是我们凡夫的心都是什么 奸贪 嫉妒 造了很多很多的不善根故 所以你会受苦 接下来再看 鬼四 四十八页第十七行 见伟敦性意识 见伟敦性意识 看一下英文 Examining seriously the false situation and then figure out the good and the truth example of the strong devotion disciple one-mindfully 英文的意思是说 one-mindfully 是一心一意 然后呢 他有强烈的信心 然后呢 很严肃的来检查 这个错误 减蹲 减伪 伪的就是说 false situation 错的情况 还有 figure out the good and the truth example 就能够知道 什么是好的 而且是真实的 好的榜样 这样子叫做 简伟敦性意识 真的很难懂 这是classical Chinese 接下来看什么 几一 简真伟分二 丑一 若不闻不知 非真佛子 释迦摩尼佛对 舍利佛说 若我的圣弟子当中 有人认为自己 证到了阿罗汉 或辟之佛 可是呢 却不想听闻 也不想知道 诸佛如来 但教化菩萨的事情 很抱歉 佛讲得很重很重的话 这个绝对不是我的好弟子 也没有证到阿罗汉 也没有证到辟之佛 这句话是很重很重的话 听好 是反省自己的话 不是骂别人的话 不要听完法华经呢 就用我辛红法师的话 故意来问 师父 你修不修法华经啊 你呢 非佛弟子 非阿罗汉 非辟之佛 不可以 这样你要忏悔 不要拿辛红法师的发 去挑战别的法师 我公开先说 每一个法师 我们都要赞叹 南传 北传 藏传 正法的善知识 都希望他健康长寿 大转法轮 不要去比较 我觉得有时候 我发现新加坡的莲友 太爱比较了 很爱比 就像你去shopping mall一样 哪一个是最好的discount 才出现 学佛不可以用这种心 比这个法师好 那个不好 这个庄严 那个不庄严 反正所有项都虚妄 你比什么 你要比的是 你自己用功多少 了解吗 这一段是释迦摩尼佛 是佛 他有功德力 呵斥一切 与会大众的阿罗汉 跟辟之佛 甚至呢 跟你讲说 你若对法华经 不欢喜的话 你不是真正的 好的佛弟子 那是佛说的 不是你说的 这一点 我要提醒大家 这个话是很重的 为什么呢 请看下面 换灯片 因为阿罗汉 跟辟之佛 对四桩事情 他不喜欢 第一个 发大悲怨心 二 庄严净土 三 教化众生 四 圆臣佛道 最后一个是道 道路的道 圆臣佛道 就是阿罗汉 他自己是圣人 没有错 他心很清静 可是呢 他度众生 是要看他跟你 有没有缘分 他有神通 所以当你去供养他的时候 他会看到你 跟他有没有缘 有缘 你请法 他就为你说 四圣地 十二因缘 如果没有缘呢 他就为你祝福一下 他就请你走了 因为他跟你没有缘 他知道浪费口舌 是没有用的 再看幻灯片 先不要切换 所以阿罗汉是不敢发 大悲怨心 渡 静虚空 骗法界 十方一切众生的 所以 在法华会上 加塞尊者自己也说 每一次佛 都是讲 菩萨怎么样怎么样 他装作没听到 就坐在那边 哭作冥想 苦空 无常 无我 加塞尊者自己讲了 后来他对佛忏悔 他说我傲慢心很重 固执心很强 对不对 我不知道 还有更多广大的菩萨道 第二个 庄严净土 佛常常会说 某一个菩萨 比如说普门品 二十无尽义菩萨 对不对 问释迦摩尼佛 对不对 观世音菩萨 以何因缘 明观世音 对不对 很多大菩萨都会站起来 问释迦摩尼佛 为什么这个菩萨 修得这么好 他过去是在哪里修的 他叫什么名字 他因地修什么法门 今天他这么有智慧 这么有庄严 请世尊为我开示 这就是菩萨发大悲怨心 将来广度众生以后 他会成就他庄严的佛国土 所以各位 每一个人都有佛国土 举方说 你要设计客厅 搬家的时候 你就会想 客厅我要怎么设计 这里放花 那里放电视 这个就是你在设计你的客厅 同样你将来的净土 怎么设计 也是要你自己发愿去设计 阿弥陀佛发四十八大愿 这个就是他庄严净土的设计工程师 接下来 你有了净土以后做什么 不是坐在那里一个人纳凉 要教化众生 教导 化很难 叫敢化别人 有些众生 要多生多结跟你有缘 所以为什么说 未成佛前要广结善缘 注意听 要结清净的缘 而不是结乱七八糟的缘 清净心很重要 你跟联友之间 为什么会像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是真心的一起照顾 有缘 联友跟联友之间 应该是以法而亲近的相互关心 这个才好 所以你要知道自己的尺寸 不要太好 太好会人家误会 人家是有老公也有老婆的 而且何况你也长得蛮帅的 对不对 所以教化众生是很不容易的 你要知道自己的界限 所以为什么要有受戒 戒不是嘴巴上讲 是你的行为要有品德 所以你教导众生 也要感化众生 最后希望一切的众生 都要圆成佛道 所以这四个条件 请看一遍 大悲愿心 庄严净土 教化众生 圆成佛道 这四桩事情 是阿罗汉跟辟之佛不敢做的 他也不敢做 也不敢发这个愿 了解吗 接下来再看 经文 丑二 若闻到了法华经 却不相信也不接受 这表示你的傲慢心 非常的强 要忏悔 有释迦摩尼佛对摄利佛说 是比丘比丘尼 自卫已经震到阿罗汉 是最后身就近涅槃 便不想再求更进一步的 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当知道这些人 其实是太娇慢了 德少为主 所以这和呢 若有比丘假如他真正正到了阿罗汉 无我的话 他绝对会相信大乘佛法 妙法莲华经 因为他无我 一定会相信佛讲的话 若不相信的话 绝对这个人不是正阿罗汉 所以这里说明得很好 南传佛教跟北传佛教的一个桥梁 就是要先证阿罗汉果 他们修三十七道品 看幻灯片一下 自卫已的阿罗汉 很多人都认为自己证阿罗汉 可是事实上都没有 真正要证阿罗汉 在清静道论来讲 他会有他的功德 证出果 一果 二果 三果 在家居士也可以证 到了第三果 你真正要证四果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身心发愿 要做出家中 因为你身心彻底的出离 所以不可能说 证了阿罗汉果 它是在家居士 答案是不是 在家居士最高只证三果 去看清静道论 所以他一定有经论根据的 而且断了出果 你断了烦恼 证了出果须陀还 他自然就有功德 他的功德 身心显现 就跟佛讲的经论是一样的 所以读经 听经 研究经论是很重要的 否则呢 很多人都随随便便讲 我是阿罗汉来 甚至有些呢 台湾也有 廷加坡我也有 我知道 台湾更多 神道教的 对不对 佛堂都办了 南海古婆观世音 哦观音菩萨来啊 这样子一直摇摇摇 其实那都是神道 不是真正观世音菩萨的 因为他告诉你 他真的是什么鬼 什么天来的话 你就不会来 他只好骗你什么 我是南海古婆 我观世音 可是你又很虔诚 观世音菩萨 你又无法去判断啊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都是假的 观音菩萨不会用这种方法度众生的 可是他香果很甚啊 没办法 众生愚痴啊 第二个就是 有人挣了阿罗汉果 但他心量不广大 却不想成就 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叫做真上慢人 所以人要谦卑一点 不论在家出家 修行上都会有无量无边的高人在修行的 接下来再看下面 四十九页 子二是开除是一分二 丑一开除 开除是什么 修行的experty 这个字怎么念 exception对不对 exception就是特例的意思 开除除了什么这样以外 请看经文 除佛灭度之后 除了佛灭度以后 现在佛已经灭度 现前无佛 那当然就没办法 所以者和 若佛灭度以后 有人听到妙法莲华经 愿意受持 读诵 欢喜 为别人解说啊 这个人是百千万劫难遭遇 是很有善根的 丑二是一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在前面一尊佛 或过去尊佛 听过妙法莲华经 所以他会愿意欢喜修持 可是呢 他可能有些东西还不明了 他会下面讲丑二是一 有些疑惑 哪时候会彻底的明了呢 要等到下一尊佛 假如你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 那下一尊佛就是遇到弥勒菩萨 亲自为你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 与此法中变得绝了 就会完全的大彻大悟 假如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 你到了极乐世界 你也可以求阿弥陀佛慈悲 为你讲妙法莲华经 你在这一生精进修妙法莲华经 发愿回向求生极乐世界 因为妙法莲华经的功德力 你修持的功德力 你会比别人更快一点的上品上升 在这里解释一个问题 看这里 我有两只手 我知道新加坡的灵友都很喜欢 求生极乐世界 很好 我也喜欢求生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有共同的愿望跟目标 可是我发觉有些灵友都是这样 很认真的念佛是很好 但是没有重视检查自己有没有菩提心 没有菩提心是去不了极乐世界的 你要真正发起菩提心 为了度一切的众生而成佛 就算你不懂的事 你不没有念过书 你还是可以去极乐世界 但是你是心 是真的不是自私自利的说 哎呀我自己去就好了 管他的人回很苦 你这个心不是菩提心 你是要真正的 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成佛 我去极乐世界参选 好 大家都说往生很殊胜 哎呀那又烧出色利子 这有净土中感应路 其实这个还是不究竟的 告诉你真话 不要不高兴 就算在座有 静中学会的脸友 我也不怕 为什么 你讲往生往生 比如说你现在先往生了 有人说 哎呀我下品下生就好了 对不对 心量不要那么小 大一点 上中下三倍 我可以告诉你 除非你造了重罪或忏悔 才会下倍往生 在座各位联友 你说好好用功 真的往生极乐世界 大部分都是中倍往生 跟上倍往生的 但是往生听好 三倍九品啊 它只是分啊 分类而已 事实上西方极乐世界呢 是依你的烦恼的轻重 以及界定慧的功德 是有无量无边的品味的 我们大家说说往生很殊胜 往生殊胜 举一个例子 看这里 现在有一个联友 他往生了 可是你现在在这边 利益众生 你念般若经 你念法华经 华严经 你去了比他慢 可是佛一讲经的时候 你是先比他上品上身的 了解吗 所以读其他的经论 也能往生极乐世界 不要去排斥 你若欢喜读无量寿经很好 但不要执着无量寿经 毁谤其他的经论 你会去不了极乐世界的 我亲口真的跟你讲 阿弥陀佛里面讲 唯处忤逆 诽谤正法 你念无量寿经很好 但对其他的经 要生随喜的功德的心 这样你才能够去极乐世界 你说我念无量寿经 哦你要念法华经 不好 我告诉你 那你有罪业 你要忏悔的 所以有很多尽忠的联友 虽然很认真念 为什么你突破错烦恼 看这里 在哪闹中 往生极乐世界 是因为众生很执着 所以叫你 直辞名号 往生净土 的确 我举例了 就像猴子一样 右边挡过来 左边挡过去 左边挡过来 右边挡过去 你有种像抓一样东西 叫你不要抓 很难 叫你修空性 叫你修指观 你很难 那很好 那只好办 叫你支持阿弥陀佛 抓着阿弥陀佛 让你往生极乐世界 可是我告诉你 你抓得越重的话 你品位越低的 听懂吗 只是这个万德鸿鸣 可以让你 像一艘船 从这个生死的岸 到了极乐世界的岸 可是真正极乐世界 开悟的时候 是要连佛号都放下的 连佛都了不可得 你才会开悟的 不是叫你现在放 所以不要乱批评其他的法门 所以阿弥陀佛 四十八道演讲 去极乐世界 所有人都欢迎 只有两种人 围除忤逆 以及毁谤正法 可是有些连友 虽然念佛很精进 没有智慧 毁谤其他的正法 在灵命中的时候 业力现前的时候 你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不会现前的 因为你放了正法 你自己不知道 要忏悔 这一点要了解 所以希望念佛的人 不管你是专修专宏 正助酸修 或是修其他的法门 所有的回向 都可以去极乐世界 这一点 希望你好好想一想 我讲的这一段话 接下来再看下面 归五 四十九页第十三行 明无虚妄 舍利佛如等当 一心信解 受持佛语 你看 你对所有佛讲的经 都要相信了解 佛为什么开无量法 因为有无量的众生 往生极乐世界 要独诵大臣 独诵大臣的话 换句话说 每一部大臣经典 都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当然你念无量寿经是很好 但是不要让只有无量寿经 其他的就不能去 那这样的想法 不太正确 所以你一当一心信解 受持佛语 诸佛如来 言无虚妄 佛绝对不会打妄语 因为佛已经成佛 他因地里面呢 是口叶清净的 事实上讲 一称二称三称呢 二称法跟三称法 是方便说 事实上 无有余尘 唯有一佛尘 接下来再看 庚二 祭诵分二 看心一 宋许达 二十 释迦摩尼佛 欲重宣此意 而说祭焉 请看三十八 比丘比丘尼 有怀真上慢的人 忧婆舍忧婆仪 不相信我所说的 这些教法的人呢 请看四十九颂 如是四众弟子 有五千人 不见到 不自见 不自见其过 就看不到自己 真的有过失 因为他太焦慢了 所以对于 借法有所缺漏 因此四十 互习其瑕疵 事小至已出 就是说 因为他有过失 对界定会有缺漏 他不圆满 所以他总是要 保护自己 然后掩盖自己的瑕疵 这个是 很小的智慧 根本是没有智慧 这样的人呢 已经离开了 就是与会大众 五千人 佛就对 舍利佛说 现在与会大众啊 就好像那个米啊 我们以前人米啊 米啊 葱米啊 要筛选的时候 不好的米叫做糟糠 拿掉了以后 那好的米呢 你才能够去卖 同样的 他说 佛的威神雇加持啊 这些不契机的人 已经离开了 四十一颂 为什么的人 这些人虽然跟我出家 可是呢 他的福德不够 不堪受这个法 现在离开这里 也好吧 此重当中 没有枝叶 唯有真实 所以舍利佛善听 我现在开始 为你证说 妙法莲华经 这是祭诵 再看五十页 第二十二行 心二 证证说 分二 人一 宋四佛章 分四 鬼一 宋诸佛 现在就赞叹诸佛 诸佛第一个 子一 有宋 师全 请看经文 四十二颂 诸佛所得的圣身教法 使用过无量的善巧 方便力而为众生说的 四十三 众生心所念的东西 种种所行的道 若干的种种的欲望 跟劣根性 佛都知道 而且对于过去 现在未来所造的善业跟恶业 佛也都很清楚 四十四宋 佛有神通 看到每一个众生的过去 现在未来 佛知道以后 就会各种善巧方便 跟辟喻 为他说 用各种言辞方便 让一切众生生欢喜 所以见到佛是很有功德 也很有福报 但是呢 佛为你说法 你要相信而去做呢 那更要有善根 接下来再看四十五颂 或说修多罗 接下来佛就会用十二种文学体材 来讲经说法 这十二种体材 请你去查佛学词典 对不起 我在这里没有时间跟你解释 希望你不要抱怨 因为这样的话 我真的会讲不完 或说修多罗 或说企陀 或讲本事 本身 顿号是佛陀的本身经的故事 也说各种因缘 四十六宋 有用辟喻 而且用奇业 还有幽婆提舍 乌巴提舍 乌巴提舍叫做论 叫往生论 是佛说的 论点叫乌巴提舍 然后呢 顿根的人喜欢小小的法 他贪生怕死 所以佛只好为他先说他接受的法 在四十七宋 佛与无量的诸佛 为什么不行 身的微妙的成佛之道呢 因为众生心中很苦恼 心很散乱 若为他说深奥的涅槃之法 他是一下子不能接受的 所以佛先会人说 五戒 十善 三归一 讲四无量心 升天的法门 这是佛的大慈大悲 及善巧方便 再看五十一页 再看五十一页 丑一 二十二行 五十一页二十二行 几二 子二 对不起 子二送显时 丑一送礼 看四十八送 所以我 释迦摩尼佛多生多结 用了各种善巧方便 就是希望众生能够进入成佛的智慧 我从来没有说 你们可以成就无上的佛道 可是我在妙法莲华经 对五百声文弟子授记 对一切的众生说 乃至于一禅题 你堕落到地狱 将来你好好修行 都还会成佛 所以这叫成佛的法门 知道吗 我未曾说辱等 当得成佛道 只有在法华会上 佛才这么说 是这样的